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7号星期一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终于算是确定下来了 今天9月7号到11月3号 还有不到两个月了 已经确定了辩论 大家对辩论都是翘首以待 尤其是支持川普的这边 大家普遍有这么一种优越感 就觉得川普从口才 从反应来讲比班能强多了 支持川普的这边基本上达到了 我记得好像多少85%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就支持共产党这边的85% 都认为拜登老年痴呆了 我记得以前看过民调 全国的民调也是接近超过半数 好像是超过 我记得当时报上超过半数了 就是有一半的美国人都认为拜登的 应该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我记得好像有过这个报道 具体的数字我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反正川普这边的支持者就认为 如果是辩论的话 拜登肯定不如川普 我觉得这种乐观有一点盲目 之前我就说过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由于拜登比较木讷反应慢 川普临压力尺 他们俩辩论的时候 很容易就显得好像是川普在伤害拜登 好像在欺负他似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讲沉默是金 有的时候也是在这儿 你知道吧 就是说中国我们就觉得喜欢这种笨嘴捉舌的 就最好是巴竿子打不出个屁来的 那么在中国来讲这就是人才 反正中美当然文化也不一样 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说挨兵必胜 交兵必败 我希望川普一定要借交借造 好吧 不过怎么着 一共准备了四场辩论还挺有意思 我记得16年的时候是准备了三场 川普和西加里搞了两场 然后副总统搞了一场 这一次一共搞四场 四场有三场是两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说川普和拜登辩论三场 然后两个副总统 彭斯和叫贺锦丽 贺锦丽不起来个中文名字 他们俩一起在搞了搞一场 这就是四场 四场的时间规则什么的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公布一下时间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热闹 有时候大家喜欢看这种东西 其实你包括我们频道 我们频道最近请来的 李伟东 袁洪斌 陈军 三位先生一起探讨同一个话题 然后因为跟李伟东 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 大家就更喜欢看一点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跟袁洪斌和陈军 我们讲的其实干货更多一点 然后我觉得其实讲的更精彩 但是你看 观众他就喜欢看乐 最好都打起来 你知道就恨不得互相扔拖鞋 对不对 你像李敖他们那时候也是 你说台湾 当时李敖不是竞选什么立委 然后他们就是说 比如去立委质询 然后去说 一般的 其实有的立委 真的其实比李敖 我说的实在 李敖有时候有点滑动取宠 但是有的立委 就是说其实语速比李敖也快 说的点攻击的也更好 然后水平也其实也很高 但是大家不关心 大家就关心李敖 比如拎个袋子 拿着一袋子都是鞋 然后拿着袋子去扔 当然扔台湾军方国务部一副部长 是什么 反正拿着鞋去扔它 一会扔了一只 一会又扔一只 整个媒体来讲 老百姓来讲 你知道吗 就特别喜欢看 就关注度高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戏剧性在里面 但是其实 anyway 我觉得观众喜欢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这点也好 反正收视也是硬道理 对吧 然后咱们看 川普和拜登 还将他们的第一场 是由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华莱士主持 我比你们高多了 当年我跟华莱士谈笑风生 还记得吗 著名的长者 当然长者的华莱士 是华莱士的父亲 这是他儿子 长者年纪都大了 他以前谈笑风生的华莱士 他爹 这是他儿子来了 他儿子就是他儿子主持 是9月29日 在俄亥俄的克里夫兰 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关注 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一场辩论 规则是这样 分为六个部分 每个部分 15分钟 六个部分 数据下一个小时 结束 那么主题 是由主持人选定 然后提前一周公布 每部分的前两分钟 共两蒙候想人 回答主题问题 剩余的时间 自由讨论 说实话 就是这样来讲 其实我每一年 对于总统辩论 我觉得就当个乐 看看就得了 我不是很认真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搞了辩论会 然后就通过辩论会 谁说的好 谁说的不好 来决定自己到底投谁 或者选谁 这部分选民 其实不是很多 绝大多数选民 就是说辩论会 我相信 美国有很多那些支持拜登的人 就是这次辩论会 拜登被川普说的是 亚口无言 你知道吗 手足无措 调打 也没有用的 他们也不会投川普的 知道吗 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对这辩论 我觉得看的比较重 其实我看的比较淡 因为有一些东西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就是错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像我们现在 就是对于共产党 目前的这种治理来讲 对吧 我觉得胡锡进也好 金探中也好 就是说无论当然了 就是说崔永元 不就是说胡叼盘 就是说共产党 不敢扔着盘子 怎么扔 什么速度扔 往哪儿扔 是横着扔 是竖着扔 扔的角度到底有多刁钻 胡锡进去的都能 把他给叼回来 给你就圆过来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胡锡进 这个能力强不强 强 我承认 但是我觉得正常来讲 像我们这种 就是说头脑比较清楚的 然后你还被胡锡进 直流 胡锡进 金探中直流骗了的话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你的智力水平有问题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的智力水平没有问题的话 这种东西 它很难就是说去欺骗你 对吧 当然我个人观点 好吧 无论如何 反正你想一个主题 15分钟 前面的2分钟 后面还剩下13分钟 等于一个人就7 8分钟 其实也就是个大概级 我觉得 主要的时候都是走一个过场 而且双方都会提前做大量的准备 双方团队会为辩论做大量准备 双方去背大量的东西去背 然后很多背的稿 其实也不一定代表自己的证件 很多的稿都是下面请了各种这种高手 文胆 笔杆子来给写的 写完了之后 先拿先一个笔杆子写 另外的笔杆子在润色 然后大家在想 反复的论证之后来的 所以这种东西里面 其实虚假性其实比较高 无论如何 反正到时候大家看 我们也看看好玩 吃瓜群众当个乐看 好 每部分前两分钟 共两人回家问题 剩余时间自由讨论 这就是第一场 然后看第二场 第二场在10月15号 等于9月29号10月15号 隔了半个月之后 10月15号 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举行 这个的主持人是斯库里 这个辩论就是说就不一样了 这个辩论采取是市民大会的形式 由市民来提问 所以两位候选人来回答 佛罗里达州的选民提出的问题 这个选民不光是在迈阿密 整个佛罗里达的南部都会选 但是也不会选太远 来一次也不方便 对吧 然后出席辩论的选民 是由美国的盖洛普咨询公司 盖洛普很有名 我们之前报道过好几个 他们的民调 由他们公司的叫Newport 来监督筛选 那么选民为了保持公平 那么不针对选民 做出任何的选择 就是说尽量的去随机来筹选选民 所以选民不需要 就是说表态 不需要说我支持谁 或不支持谁 不需要表态的是公平起见的 不会因为你支持谁 或不支持谁 就要你去或者不要你去 对吧 这个来讲的就是说公平 然后两位来回答的这些选民的提问 这是第二场 第三场辩论 由全国广播公司的维尔克来主持 是10月22号 这就比较密了 10月15号之后22号 当然因为再等一个月就来不及了 因为11月3号就大选了 只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消化一下变成会 所以10月22号等于这个就是6天之后 10月22号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来举行 他采取的规则 跟第一场就由华莱士主持的这场是一样的 也是6个部分 15分钟的一部分 然后题目也是由主持人纳维尔克来选定 也是提前一周公布 好 那么头两场的辩论会之间 就在第一场和第二场 第二场之间时间不也长 就是说9月29号到10月15号 在这之间就会搞一场 在10月7号 等于也就是29号之后 隔隔七八天是副总统的 然后再隔隔七八天 两人再来一次 然后再隔隔六天是第三场 等于这四场 每一场中间差不多隔一个星期 等于10月7号 两个副总统 一个是麦克彭斯 一个贺锦丽 他们在由他的盐湖城 搞一场也是90分钟的辩论 主持人是今日美国报的佩奇 反正所有的这四场辩论 差不多都是在90分钟 一个半小时之内搞完 因为一般搞一场电影 也就一个半小时 因为在场子大家就累了 观众看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么个意思 四场辩论 基本上目前都是定的是晚上9点 到10点半 一个半小时搞完 然后就是说双方电视台都承诺 不插播广告 就不要把它搞成了一个商业性质的 不插播广报 很好 因为一旦插播广告了 那就时间就长了 以前我们看NBA 以前看NBA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实际上按理说 就是12分钟一节 4节48分钟打完 但是通常一打这一场都打了三四个小时 里边大量的都是广告时间 因为怎么说商业比赛 对不对 广告对于电视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然后 这个就是四场辩论 四场辩论 反正到时候大家关注 然后再看看 9月5号的时候 就是昨天 其实我们现在刚刚9月6号过了12点 现在说是9月7号 但现在9月6号 昨天拜登的过渡团队宣布了一份 加长版的新成员的名单 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拜登已经开始准备了 要接管川普的政府了 已经开始分封诸侯了 就是说比如说你派干什么职务 他派什么内阁的成员都是谁 都已经想好了 搞了一份加长版的新成员名单 新增添的人选 包括了拜登的核心的竞选的这些盟友 还有以前 就是说多位都是在奥巴马时期的 这些高级官员 因为拜登以前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关系特别好 那么拜登的过渡团队 已经打好了基础 而且进一步要准备扩容 不光把阁员们选出来 各个位置都要选好 就是说 以前16年的时候 就说川普由于他没有执政经验 他上来之后不知道用谁 说希腊里他们都是执政多年 有很多的人情牌 但是反正有好事也有坏事 好处就是说他们一过来之后 因为他们这些都是老牌政客了 在华盛顿多年手里面有很多的人 知道吧 到时候都能够分配好 迅速的就能上来投入工作 但缺点这些人都是他这一个 就是这一辈子帮助过他的所有人 你知道吗 在什么选举上帮助过他 谁给他捐了钱 或者怎么样 这些人到底是因为能力 还是因为打的人情牌 来分官分红 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这说不好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川普是人民的总统 说川普要把华盛顿或者华盛顿沼泽 要把沼泽的水抽干 把这些脏水抽干 就在这了 就是说川普因为他华盛顿台上 他是一个局外人 他到时候任命的都是以能力和工作效率为主 好 但是不管怎么着 拜登的过渡团队说了 说要进一步的来扩容 而且说已经 拜登团队已经为了11月胜选后 接管权力已经做好了准备 整个他把政府都准备好了 媒体说 说组建的过渡团队 意味着等候中的拜登政府正在缓慢成型 我看这个想想什么 想想想 这2016年 希拉里据说好像花了90多万美元 要在纽约 就是说等胜选了之后 要放烟花炮儒 然后等到希拉里团队失败了之后 烟花炮儒就剩下来了 剩下来 当时就问川普要不要 川普说行这样 我给你两万块钱 你把这外卖 他说你去死吧 你太黑了 当时我记得竞选之前 就有人就问川普 说希拉里那边准备了90几万的烟花炮儒 等着要放一做完感想 川普说我记得川普当时说我替他们感到紧张和尴尬 他说如果是我的话就赢了就赢了不赢了 拜拜我就走 我就不搞你 反正 当然我觉得拜登搞这个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 为什么 就是说他封官封决 然后这些人就会死心塌地来支持他 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老牌政客都来支持拜登 就是说拜登可能忍诺了各种职位 对不对 你包括以前咱们这边不也是吗 经常有这种 就是说组织一个海外临时政府 然后给你封一个什么天宁市市委书记 对不对 一看这小伙子不错 来给你新疆省省长 对不对 就胡封一顿 对不对 所以以前我记得蒋介石刚到台湾的时候不也是吗 动不动就封一个 你 等我们只要我们反攻大陆了 你北京市市长 对不对 就胡搞 反正现在拜登也是 就现在先封一堆 然后有一帮人就真相信了 这帮人就觉得我们支持拜登 我们把拜登扛上去 然后我就可以当天宁市委书记了 反正让人看着心里很难受 让就觉得这帮人 华盛顿这帮人 这种不能算是权钱交易 这种权票交易 权利和选票之间进行交易 好 再来看川普 川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 接受了华盛顿观察家报的记者 拜伦约克的采访 在采访的时候 川普说 川普说 就是说我要呼吁 在进行辩论之前 我和拜登都要进行毒品的测试 说我们双方都接受 我也接受 不是说观众拜登接受 我也接受 我们一起接受毒品测试 说为什么 川普认为 今年3月15号 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拜登和波尼桑德斯辩论时的表现 比平常有明显的气色 所以川普说 他怀疑拜登使用了某一些药物 让他兴奋起来 川普说 拜登在初选的辩论当中 表现的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无能又软弱 却突然在对战 在对阵伯尼桑德斯的时候 表现的像一个正常人了 就不像个老年痴呆患者了 像一个没有病的 他说 我在这方面 我的观察力 我是很擅长的 你要相信我 他说我看明白了 我观察到了 他和所有人的辩论 知道吗 就是说拜登 跟其他人辩论的时候 都是软弱无能的 你知道吗 笨嘴捉舌 就到了波尼的时候 他表现像个正常人了 像个大活人了 口齿也清晰的 也灵力了 说话也利索了 我觉得跟你说 肯定是用了药了 吃了药了 那么拜登的竞想团队 当然就是绝对否认 拜登在辩论期间 使用了任何的药物 进行帮助 但是我想 很多人也都承认 在今年的民党党内的出响阶段 拜登的辩论中 表现的非常的不稳定 经常的失态 说什么美国 死了一亿多人 还是怎么着 还有说什么 就是说你要是个黑人 你不够投票 你就不配称自己是黑人 是吧 上次还说什么胡话来着 反正你知道吗 就在胡搞 导致很多人对他 就是说 我觉得很担心 但是大家也都承认 拜登就今年有两次表现 是比较出色的 比较正常 一次就是三月份 对阵波尼桑德斯 另外一次 是8月20号的时候 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 他当时接受总统提名之后 发表了讲话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他是不是吃药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一种说法 就说拜登的确 我说我也觉得 他有点年纪大了 不说老年痴呆 但是就是反应慢了 活力也不行了 川普曾经让拜登 去做那种老年人 做的那种认知测试 川普说 你看我 我经常接受 这种带有敌意的媒体和地球的 这种刁端的提问 我都能够应付自如 川普说 如果让拜登跟我一样 去接受这种刁端采访的话 拜登肯定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那么目前这个阶段 大家也都知道 拜登就说 由于疫情 他年纪也大了 感染疫情的话 可能会比较危险 所以经常都待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 躲避疫情 以这个作为借口 很少的出席这种现场的竞争活动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在这现场上经常出问题 所以就是说 就扬长臂短 躲在自己家里躲着 然后比较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如果一定要接受采访的话 也都是对他 就是说支持他的 你看 那就即使支持他 像上次黑人采访 那是支持他的 他还是跟人说 他说 你们放心 你们还让问 不让问了 你是一个黑人 你都不喜欢我 你配叫自管队叫黑人 那个人是文文全然支持他的 就说出这种话来 还有一个黑人记者 就是问拜登 要不要做这种认知的训练 拜登就说 你是一个黑人 我要不要 你要不要做一个毒品测试 你是不是就吸毒了 反正说不上来 但是他的黑人有一种 就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 黑人有一种仇视的这种感觉 是他老瞧不起黑人 是吧 不论怎么知道 反正就是说 很多的美国媒体认为 尽管拜登已经躲在地下室里 很少接受采访 接受也都是接受 对比较好的媒体采访 还是经常与文伦次说错话 川普就是说 对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拜登约克 就说 如果拜登像我这样去采访的话 拜登可能会哭的 不过说实话 川普真的挺不容易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记者 真的来了就是成心 找茬来的 来了就是跟川普吵架的 你就摆明了 要给川普的激怒 能不能跟川普吵两句 能够就是说 让川普骂两句接 然后他就可以回去 升官发财了 但是反正川普天天就应对 应对这些东西 也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老头这脾气也真的是 我看年纪 要么年纪小的时候 不适合当总统 就很容易被激怒 有一些人就成心了来气你 你知道吧 这点来讲 咱们还得说 川普年纪大了之后 脾气控制的还是不错 好吧 不管怎么着 我们作为吃瓜群众 我们翘首期待的思想辩论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这思想辩论 不管辩论成什么样 最后川普笨嘴捉舌的 被拜登说了一顿 我还是那句话 对我来讲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就跟我跟其他的这几位先生 我们一起 就是说谈谈这些 中国的现状 川普对他的政策来讲的 我就经常说 他们是没有办法说服我的 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其实大家都是在这方面 都是比较 其实都是比较轴的 其实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们 也都是这样子 我们听一听 我们说说我们自己的观点 其实谁都很难去影响谁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好吧 这些事情到这里 谢谢大家